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台湾的老年人口比率将正式突破20% 进入超高龄社会 但盘点资源却显示 我们的长照机构少 人力缺口大的问题已经迫在眉睫 必须要加速解决 而其中活化闲置空间 为高龄者找寻日间照顾据点 就是策略之一 只是要执行长照2.0 一国中学区 以日照中心的计划却没有这么简单 在台北市第一间的日照进国小校园个案 这案例就几经波折 为在士林天母住宅区的支撑国小 面临家长的强烈反弹 而沟通协调过程冲突不断 为何在专家学者眼中的老幼共学 反倒成为部分家长眼中视为零弊设施呢 然而就在少子化的冲击之下 闲置空间发展多元用途 这是必然的趋势 究竟老幼共学的成功之道是什么 接下来这则报道当中 也要带你来看 全台湾第一间进驻高中职的日照中心 台北市开南高中青春学堂 是如何让世代间的学习擦出火花 全新日照中心 透过高角度从窗户外拍摄 独家曝光内部画面 整个空间有四间教室打通 装潢在首尾阶段 未来可以容纳大约三十位的失智失能长者 原本就是一件公共利益好事 但中心的地点引发反弹声浪 原来这间日照中心 预计开售的地点 是在北市芝山国小内 家长在正式动工前才得知消息 当时我们知道这个消息是从 FB有一个社团叫做天母邦 上面有家长在讲这件事情 因为有人在询问说 我的小朋友想念什么学校 有没有人可以分享优缺点 那有人就说 其实资山 就是才提出了说 资山要设日照这件事情 他们来学校会议中心 然后有社会局跟教育局的人 然后跟学校的人 然后我们都搞不清楚说 日照是什么东西 那时候很多家长都说 日照是什么啊 到底他是要做什么的 家长们强调 并非歧视或排挤老人 而是希望提早有知的权利 才能对孩子的受教权 做最有利的判断 而所谓日照中心 是提供失智失能长辈 收拖服务 时间大多是从早上八点到晚上六点 提供的服务包含餐食准备 生活照顾 教育休闲活动 也协助家属 医疗方面的咨询与转介 就台北市超高龄人口 我们是六都的第一 那所以在高龄的照顾需求上 其实是很迫切的 那整个人口趋势 目前就是高龄少子化 所以在需要找相关的空间场地 台北市最困难的 其实就是空间寻觅的问题 根据国发会 人口推估系统统计 到了2025年 台湾就会进入超高龄社会 65岁老年人口比例达到20% 到2065年 几乎是每一名青壮年 就要抚养一名老人 因此才要提早规划 长照机构 中央也祭出 一国中学区 一日照中心的政策 我也认为说 要推动一个新的政策 包括说在校园 在台北市第一家 这样子的在 博小的日照口 我们也很乐意跟家长 做相关的沟通 因此家长们提出了 包括是出入动线 安全的管理 以及进出的人员 等等我们也都有 跟家长说明过 那当然我们也很感谢家长们 也都有进一步提出一些 很好的建议 或者是一些细节的部分 目前六都办理 一国中学区 一日照状况 卫福部统计至2022年底 台南达成率最高 有96.8% 高雄也有9成以上 而桃园 台北和新北 则都不到8成 地域圈台平均达成率 显现出都会区 场地难寻 因此市政府才会想到 要利用学校的余裕空间 以芝山国小来说 本来有48班 现在只有18班 学生大约400人 近年来已经陆续开设 附设幼儿园 公共托育家园 以及乐林学堂 这次又有日照中心 要来继续分教室 虽然也用密码所组阁 但这一门之隔 外面就是学生的活动区域 由于日照中心的进驻 部分走廊将会变成 同学不得闯入的禁区 因为其实我们很明确 那个教室就是 跟我们的学生的 他们一直强调说 行政大楼 但实际上我们看 现场的状况 其实它跟孩子的空间 就是在旁边而已 就是空桥过去就到了 因为以国小的小朋友来讲 一到六年级就是六岁到十二岁 那五六年级的话 可能大部分会在操场 进行可能篮球 对 那一二年级或三四年级 小朋友就会可能在 游乐场玩 那当遇到下雨天的时候 你下课又没有办法去操场 或游乐场玩的时候 其实这么宽的通道 是他们可以在外面透透气的地方 新设日照中心在学校三楼 家长们最担心的是董贤问题 由于学校电梯只有一台 全部人都要共用 如果发生意外状况 疏散过程会不会拥挤碰撞 乱成一团 对啊 因为它是用双开门没错 可是它就是单独一台电梯 然后这个电梯本来就是给小朋友用的 所以你看其实我如果今天 推一个轮椅进去的话 我的人是要侧边的 所以其实大概一步电梯就是 就是一个人 然后跟一个可能辅佐他的人 家长对动线对安全有疑虑 提出强烈质疑 不过是否强调 已经通过社会局教育局审查 也通报都市计划委员会 所有程序都符合法规 最快在四五月左右 就会开放参观后正式启用 政府部门跟我们的执行单位 跟学校单位跟家长 是沟通在管道上 比较不够的地方 但我们就整个国际的趋势 现在都起到的是 老幼共学跟世代共融 现在整个的发展都是这样子 其实在日本有所谓的宅幼老所 就是这个儿童和老人士一起照顾 那另外在高雄的话也有这个 包括说是运用鱼翼空间 或是在屏东的前进国小 也有私自照顾据点 那我们台北市的老松国小 也有私自照顾服务据点 高雄的大同国校 在2016年成立大同福乐学堂 是全台最早有日照进驻校园的案例 高雄市共有五间日照中心 开设在学校内是全台最多 不过家长们认为 中南部的状况和北部大不相同 高雄跟屏东人家都可以 你们就台北天龙国不行 你们是多高级什么的 我说不是 因为你们提的高雄跟屏东的 这两所学校 其实第一个 他们学校的空地非常的大 尤其是高雄那个大同国小 我那个操场啊 我光是要很越 我再跑到一半我就喘了 以高雄大同国小来说 实用的是一楼废弃校舍 古研国小用一楼废弃厨房 屏东前进国小 同样是一楼的闲置教室 只有芝山国小用三楼的空间 加上其余都是医疗体系的机构进驻 芝山国小则是社福团体 家长们才有此一律 长者要进来这件事 要进到校园这件事情 我们也希望孩子可以在事前 有多一点的相关的资讯 那孩子也需要他们一个 对于长者尊重 然后跟一个环境相关的一个 一个事前教育啦 对因为其实我们之前有讨论说 这个事前教育理论上 你要从半年前一年前 就开始给孩子这些相关的教育 不管是国小的孩子也还好 就是幼儿园的孩子也好 哇 这一颗气球喔 要如何提早培养孩子和长者和平相处 社会局势必还得和家长们好好沟通 找到平衡点 而其实当孩子越来越大 也就比较不担心安全疑虑 像在北市的开南高中 就有做出最好的共学示范 同学们用乒乓球和长辈进行活动游戏 就是玩数字图卡 然后还有就是玩丢乒乓球 丢乒乓球的原因是因为就是 我们要刺激他手的灵活度 然后我们在前面的时候 我们也有做就是手指操 然后还有就是翘腿 就是疏通他们的关节 这里是开南青春学堂 全台唯一一间设置于高中职内的日照中心 由同学们担任教育小老师 逗得长辈们哈哈大笑 可能今天我来不及拿球 我想说最近不是鸡蛋缺货吗 我想说我害我是母鸡 我想说就是把那乒乓球比喻成鸡蛋 我想说真的有点缺货 你们稍等一下 我们强盗的青春学堂 是希望我们的老大哥老大姐 能够快乐青春的学习 青春学堂最主要的是 在这个学堂里面会看到青春少年 也就是看到他们孙子辈的孩子 在这边就学也就是我们的照顾服务科 我们把它称作长照医师专班的学生 顺时针这样绕过来 赶快赔出来了 我们把压的数字拿出来 来 赶快赔出来了 另一间教室在玩的是抽轨牌 可以训练长生们对数字的认知 游戏都是由照顾服务科的同学们设计 他们亲自参与过后 很多人对照顾装备有了不同看法 我觉得还好耶 不会像那种你理想对于长辈那种想法 我反而觉得很有趣 而且觉得很喜欢 因为跟长辈互动很好玩 他们的反应也很热烈 对 让我觉得也是开心的 其实我原本是想读幼宝 我想往幼宝方面走 可是后面真的跟老人家实际相处过 我发现到老人家比起婴幼 更让我喜欢 因为我觉得老人家 他们给我的感觉就是很亲戚 而且他们比较像大了 他们其实很多老人家会体谅我们 因为我们刚开始带活动 有些就会跟不上 可是他们都很体谅 他们都会就是尽量给我们很多 就是回馈之类的 青春学堂后 来喔来喔 来 俊阳姐姐请问一下 今天是民国几年 台南青春学堂 每间教室都还是有主折的照顾老师 同学们是每两到三周 会用轮流的方式来到这边当小帮手 我之前也在其他日照有实习过 那可能就是很单一的照顾老师跟长辈互动 那目前这些长辈事实上蛮喜欢 就是看这些实习学生进来 他们都会觉得想到自己的孙子啊 的那种可爱模样啊 居家照顾也可以 照顾员可以到家里面 但是他就没有所谓的社会互动的功能 那在我们的日照中心 是有这种社会互动的功能 明亮整洁的环境充满活力的校园 打造共学的愿景 加上算是能就近实习的场域 不但开难青春学堂 收拖数量而满 也在小子化的当下 让校方还得以成立两班长照议事精英班 每班40到50名学生 几乎都是满招 开创新局面 我们知道日间照顾服务客 是长照机构的一部分 我们希望他们从事这个行业 而且毕业以后如果可以 我们希望他能够继续在大学 这个求学的时候 能够考取各项的医事相关学系 这样是会比较理想的 校方鼓励学生毕业后 可以去朝考取药师 物理治疗师等方向 多远发展 打破传统观念 也希望让大众知道 照顾老人家可以结合许多技能 并非只是想象中的80把尿而已 我们在有关这种长照跟高龄歧视的 教育宣导不够 我们都期待像教育体系 给他融入到什么 克刚 告诉他一个人 势必随着年龄一定会老 那随着年龄疾病的发展 有可能会有轻度失能的情况 那这是大家有可能会去面对的 在间学习 培养彼此理解与互助 日本是早就把幼儿园盖在安养院旁边 欧美国将让幼儿和长辈互动进行游戏 对他们来说是家常便饭 早就习以为常成为生活一部分 台湾中是相关议题的起步晚 势必得从学校教育开始 为高龄化社会 构筑信任工程 才能减少冲突 做到世代间的共荣共好 一起成长 一起变老 台湾即将迈入超高龄社会 根据社福团体统计 目前有虚能照顾需求的多达70万人 但问题是 全台湾的长照机构数量加起来也才不过2500间左右 明显供需失衡 从数量到长照人来看是严重不足 而专家分析各种原因 往上设置机构找场地就相当困难了 如果是住宿型的 相关的规范门槛 想达标是一点都不简单 而至于长照人力部分 虽然这一步从民国106学年度开始 就开放了高中职设立相关科系 但是注册率始终低档徘徊 只有两成左右 探究原因 贞洁点 莫过于最贞洁的就是花了三四年时间 读到了毕业 却跟只上90个小时训练课程的照服员 没两样 受限在单一的证照制度 没有分级 不仅投资报酬率低 社会价值跟认同度也普遍不高 而这些都是让人切曝的大问题 一大早在日照中心内 爷爷奶奶们陆续报道 展现朝气活力 准备迎来这一天的课程 我们通常一大早就有一个叫现实导向 因为通常失智症的长辈跟年长的长辈 通常都会忘记今天是几月几日 所以我们都会先从今天几月几日心底级开始导入 由资深造福老师负责和长辈们互动 其余会帮忙进行个别照看 而在人群中有一位特别年轻的身影 她是26岁的陈彦均 也是这间长照机构的营运长 很多挑战啦 因为其实我们也不是说有什么相关经验 顶多在别人那边工作过 所以很多东西都是需要重新的熟悉 陈彦均毕业于台大护理系 有护理师的背景 放弃在大医院的工作机会 和读社工系的朋友一起投入长照行列 打造长照乌托邦 陈彦均利用护理专业 每天请照福员帮忙测量血压 也做出药物分类 细心照顾每位长者 我们一家机构就是会有一位业务负责人 那我们业务负责人都是请护理师 那另外会配一位就是护理师 去做现场照顾的协助 或是一些行政的协助 其实长辈们他们多半有一些慢性疾病 或是说有使用一些保健食品等等 那其实我们护理师会比较了解说 长辈的用量状况 不只注意身体状况 课程更用心安排 采访这天适逢白色情人节 请来插花老师 教爷爷奶奶们制作造型盆栽 机构成立大约三年时间 逐步步向正轨 但回想创立之初 光要找场地就卡关 像都市区这种寸土寸金 你要找到一个这么大的空间 根本是非常困难的 对那再加上说很多空间可能要考量到说动线 要考量到说安全 无障碍空间 然后要符合消防法规 然后要设置无障碍厕所 在一般的商业空间真的很难去做这些改变 陈彦峻透露 原本有找到更大更理想的地点 但房东一听到是要做长照 担心产生零币效应 一口回绝 最后只好找公家机关的场地成租 机构设立困难 缺口越来越大 缺口现在目前国家正在盘点 因为如果我们用所谓的老人人口 老人人口里面 大概会有私能的需求13% 来算我们现在410万的老人 整个的私能需求大概是70几万 整个连生涨加起来是70几万 根据卫福部统计 全台长照服务机构数量 最多的是居家式服务 其次是社区式服务有999间 这当中就包含了日照机构600间 再者是综合型服务111间 住宿型机构最少只有38间 真正的困难可能跟制度有关 因为我们过去 在过去大概20年前 是开长照住宿型的机构为主 当时就是因为反正也没有什么补助 所以家人没有办法照顾 就把他送到机构去 那到长照2.0之后 那个态势就不一样了 我们现在是极力发展社区这一块 学者分析 住宿型机构少 跟政府的补助政策有直接关系 而第一线的业者则是认为 成本门槛实在太高 让人望而却步 他还有一个门槛就是说 可能会需要设立长照法人 那长照法人就是会需要 呃成立这个法人之后 你的资本也要1000万 放在这个银行里面 那我觉得政府的利益良善 他是希望说发生一些意外的时候 这个单位是能有能力出来负责任的 对但是这个相对也会造成说 小单位会进入门槛比较高 业者推算住宿机构至少要100床以上 才有盈利空间 但又和场地问题缓缓相扣 根本难以达到要求 而不止机构数量成问题 照服员人力也是一大隐忧 如果以体力来讲说真的是 再加上我自己的年龄 年纪的话 我觉得不算轻松的工作 但也不是十分辛苦的工作 就看你 就是应该是说精神层面的压力 会大一点点 希望有年轻新鲜加入照服员行列 教育部从106学年开始 同意高中职开设长照相关科系 当年核定有7校成立 最后只有5校成班 注册率3成左右 之后核定数量几乎年年攀高 但108学年注册率是创新低的1成5 110学年核定招生名额下缩至1014个 注册率还是不理想落在2成左右 我一直觉得我们国家很重视人力 没有重视人才 这个是我觉得是最大的一个主案 就是说人力的部分 我们一直觉得 照服你就是去训练100个小时就够了 好像这样就可以培养出照服员 那一直到我们现在 我们到大学端还在讲照服员 在台湾要成为照服员门槛低 只需要年满16岁 是护理承照相关科系毕业 或参加90小时以上训练课程 并取得结业证书 或考取劳动部 照顾服务员职类技术试证 三个条件有一项达标就符合资格 劳动部的所谓的单一执照 它又只有单一层面 它又没有分级 所以就变成你去考 你是欧巴桑上了90小时就去考 跟我上了四年去考 那你觉得你会想要投资什么 未来你到大学你可以变成照护师 师之级的人 至少照护士 像日本它就是用照护福祉士 这样的一个名称 它至少有一个区分 奶奶你好 我现在先来帮你做鼻胃管护理 那等一下呢 我会先帮你的旧的鼻胃管先拆除 国北护大专业技术教室 老师正在示范的是如何在居家照护中更换鼻胃管 为了让长照能更专业化 校方在2019年成立了北部地区 唯一的学士后长照专班 我本身是外语系背景 那原本在疫情发生前是在日本工作 那疫情过后就回到台湾 那因为家也在经营就是长照的这个行业 我是退休是为了要照顾爸爸妈妈 那刚好这个机会呢 跟我退休的目的是不谋而合 因为其实我有时间照顾父母 但是不见得有技能跟知识 专班的学生各种背景都有 有的是跨领域学第二专长 一部分同学是要照顾家中长辈 另外一部分则是本来就在业界服务 想来精进专业知识 有的同学他是想要休闲跟长照结合 他就可以去做休闲管理的这个 应该讲说去修这个课 照顾人可能只知道怎么样翻身摆位 可是我们还增加了在包尿布或是倒尿管 在清洁鼻胃管在护理的时候 有一些比较偏护理层面 国北护大长照系在大学布和专班 分别有30个名额 注册率都是百分百 但消防对未来可能产生的人力缺口依旧堪忧 我们的学校算招生没问题 但是我们已经预测到 那个人口的那个断癌 其实在五年后就会出现 所以他是会会那个效应 其实最后还是会被影响到的 所以我一直觉得我们长照是国安的问题 最现实层面就是钱的问题 目前照服员若采月薪制 法规最低是三万两千元 实薪制是两百元 缺乏晋升或相关评件制度 也会造成机构跟人力水准 有参差不齐的现象 专家建议政府可以从教育端下手 协助学校成立类似附属医院的附属长照机构 能把照顾模式标准化 也和业者两性竞争 并创造更多的管理层就业机会 现今面对人力慌机构慌 势必得尽快盘点资源找解放 毕竟超高龄社会的到来必无可避 欢迎回到新闻思想起 台湾人口老化速度世界第一 这也让长照议题更加的刻不容缓 但放眼社会角落各种长照悲歌 又不堪长期的负荷 导致着照顾者杀人悲剧 却三不五时不断上演中 究竟担任长期照顾者压力有多大 他们所命令问题有多繁杂 甚至会出现什么样的令人窒息状况呢 现在根据微博的统计就发现 到了2026年 台湾有长照需求人数将会突破百万人以上 而且平均每个人需要被照顾的时间 时间长达8到10年之久 其中高达6成的比例必须仰赖家人照顾 你可以想见这是一场极为耗费心力的长期抗战 而目前全台湾也有114万名家庭照顾者 平均每天必须得花11.06个小时在照顾工作上 因为无法兼顾工作与家庭 这也让其中多达3成5的比例只能黯然的辞职 而另外3成2的比例虽然能上班 但也只能无奈选择兼职或待遇比较低的工作 长照路漫漫 现行的喘息服务 男生出援手 照顾照顾者 民间先起跑 肩负重者大的照顾者 其实他们也需要释放压力 被关心 我现在没办法牵着他走 因为腰有受伤啊 他是王妈妈 坐在前方轮椅上的是他的儿子 冬天到了 妈妈没有带外套来 儿子生理年龄39岁 心智年龄则停留在3岁 10个月去发烧才知道 那时候就发烧 那医生说是什么缺氧 他就好像小孩子一样 到3、4岁 好不容易到了公园 孩子却不想玩了 好了回家回家 费了好大的力气 才终于让儿子再次坐在轮椅上 慢慢推着他回家 好了好了 河河河河 沿路上还得小心来往的车辆 每一回王妈妈带儿子出门 就像是一场大冒险 但到了家里 这份照顾的责任 依然在他一个人身上 像现在吃饭什么都不会啊 都要我们帮他用啊 听过他喊过你妈妈吗 没有啊 乖一点就好了 没有还没关系啊 一晃眼就是40年的照顾岁月 60岁的王妈妈体力已经大不如前 就在外面走路啊 就急啊 急着要回家啊 像去年我就跌了三次啊 最后一次就跌了 就现在到现在腰还要穿那个护腰的 不然都会痠痛 我自己身体不舒服的时候会觉得真的很无奈 然而王妈妈并不认为自己的身体状况是因为照顾儿子造成的 其实王妈妈还有其他家人 但是在照顾儿子日常起居这件事情上 却只有他一个人独自面对 即使有试着向政府单位求助 但这份援助够及时吗 因为他其实是先以被照顾者的照顾需求为主 而不是以照顾者的需求为主 所以他就永远排不到这个班 你就把班排出来 你班排出来的时候 传席服务人员才可以regular的提供服务 在这里啦 在这里啦 我们在这里啦 我们在这里啦 你会跟我拜托的 你再想想看 同样是一个人肩负起照顾工作的简大姐 她的照顾对象是85岁 悲患失智症的妈妈 来来来回来回来回 他不給我欠 你看 他甩掉 他失智是因為 他跟人家去紀州島玩 說有一隻狗帶他出去玩 玩了一個晚上 然後才回旅館 那時候剛好電視又在講失智的事 我才覺得說不對 要帶他去給醫生看 果然他有那什麼 幻想幻聽 跟那個啊 才知道他是失智 其實簡大姐的媽媽平常不太喜歡出門 所以每次都得三催四寢 但簡大姐說這樣的狀況已經不是太糟糕 因為以前她是會一個人偷偷跑出門的 我媽那時候是不定時晚上會偷跑出去 所以我就只好睡在這裡啊 看著她如果要出門就趕快把她拉回來啊 但長期下來睡眠品質也變得很差 最後不得不在門上裝一個內索 防止媽媽偷跑 每天還得盯著老人家吃藥 症狀才有些改善 現在晚上大概不會出去了 但是有時候她會 你不曉得她脾氣發起來的時候 是什麼時候 你也不曉得什麼點 反正只要她不高興 她就發脾氣起來 就一整天24小時都有可能 對對對 他們這種人就是很不定時 好像不定時炸彈一樣 我覺得壓力好大 我有一陣子還覺得那個屋頂會掉下來壓到我 因為她真的有時候就是殷勤不定 我有過身心科醫生 醫生說這沒辦法的事 因為她要爆發的點你不知道 簡大姐是家中長女 還有一個已經出嫁的妹妹和兩個兄弟 但兄弟姐妹多跟後緣多不能畫上等號 照顧媽媽這件事情 哪些家人冷眼旁觀 她都看在眼裡 她兒子住那邊 她兒子多過份 自己去買宵夜吃 我說那你為什麼不問你媽要不要吃宵夜 不用理她 他們以前感情不好嗎 她從壞的 當有一個照顧者 她全職地進到這個位置的時候 照顧關係卻凍結了 凍結了 就只剩那個照顧者 所有的事情都是她 所以我現在最近提出來叫辦照顧 有辦照顧 那個辦 然後一辦是什麼 國家一辦 你自己一辦 所以在照顧的路上 絕對絕對不要孤單一個人 長照這件事為什麼會壓垮照顧者 甚至演變成照顧者殺人的杯葛 學者陳正芬認為 長期的財務支出 長期的時間投入 但身為照顧者的價值 卻經常不被大眾重視 甚至連住在一起的家人 也都視若無度 衛福部統計 2026年台灣長照需求人數 將會超過100萬人 每人平均需要的照顧時間 約8到10年 其中65%都要仰賴家人照顧 而目前全台約有114萬名家庭照顧者 平均每天花11點06小時在照顧工作上 其中35%的照顧者 因為無法兼顧工作和家庭辭去工作 32%的照顧者 則是因為照顧家人影響工作 只能無奈選擇兼職或待遇較低的工作 以兼顧生計和照顧家人的責任 但照顧者的身心健康 正在一點一滴的被吞噬 又有誰看到呢 就是盡全力來照顧他 可能是初期的時候 他可能會有一些照顧知能上的需要 所以他要去學習認識這個疾病 那到了照顧中期之後 他可能就需要更多的支持的力量 可能包括朋友 專業團體 等這個照顧的時間結束後 最後可能會面臨就是說 我因為照顧脫離了社會這麼長的時間 我要怎麼樣重新找回我自己的生活 那因為我們滴一滴完之後 我就直接滴這個 讓它去擴開 不用太多繪畫技巧 卻能提供療癒體驗的流動畫 吸引了這群照顧者的目光 想要用什麼顏色 想要顏色往哪裡去都可以隨心所欲 最後人人都能完成一幅獨一無二的作品 在透明的收納盒裡閃閃發光 嘴巴吐氣的時候 把一些不舒服緊繃的感覺慢慢地釋放 這是一場為了照顧者專門開辦的課程 希望透過創作和冥想方式 療癒照顧者的心靈 甚至也在生理健康方面 看到照顧者的需求 從頭出發 教導頭皮養護知識和穴道按摩技巧 關心為了家人日夜操勞的照顧者們 有什麼訣竅 第一個要賣 好賣 然後不離開頭皮 好旋轉 我們常常會關注很多弱勢團體 可是呢 在照顧這些需要資源的人 的照顧者反而會被忘記 所以就是這樣子 我們就開始照顧者服務 那原本是從我們自己開始做了喘息服務 希望讓他們可以放鬆 讓他們可以紓壓 那一直到後來呢 我們就希望擴大影響力 我們就發動600家企業 去發送問卷 讓大家更了解照顧者議題 那回收問卷的過程呢 我們發現有近九成的人 他們都認為說 喘息服務是照顧者減輕壓力 一個至關重要的事情 相對於民間早一步看見照顧者的需求 政府起步雖然較晚 但也終於聽見照顧者 民間團體和學界的聲音 訂出政策 衛福部宣布 2023年規劃2.8億元的預算 投入兩項針對家庭照顧者的服務 包括到宅照顧技巧指導 和轉介個別心理輔導諮商 都改為全部免費 沒有收入來源的照顧者 不必再擔心 繳不出部分負擔的費用 這象徵 政府踏出了正式照顧者 沉重負荷的第一步 然而能不能進一步 接近國外 例如北歐 將有彈性的住宿式服務 納入24小時的照顧者 支持體系中 能在第一時間伸出援手 接觸瀕瀕崩潰的照顧者 一系列目光放遠的政策 以及具體的落實作為 將會是人口老化速度 世界第一的台灣 最需要聚焦的方向 歡迎再度回來 台灣人口結構 快速老化的腳步 擋也擋不住 邁入超高靈事會之後 更加凸顯 長期臥床的身積障礙 還有失能患者 他們的困境 不說您可能不知道 其實這類病患 要是罹患牙齒疾病 可能因此造成細菌增生 而且進一步導致吸入性肺炎 增加死亡風險 然而患者本身 日常生活起居都要靠別人了 沒有辦法行動自如 想要出門看醫生 談何容易呢 所以實務上 常常可以看到 病患牙痛痛到受不了了 或引發肺炎了 才緊急就醫 為了避免措施黃金治療時期 道宅牙醫的出現 就成了舊密曙光 根據最新資料統計 目前全國全台灣 投入道宅治療的牙醫師不到200位 而接下來 從我們鏡頭 就要帶您跟著熱血醫師 彭啟青的腳步 一起伸入新竹兼石箱 實地體驗道宅牙醫的挑戰跟困境 一一檢查牙科器械能不能用 帶齊了沒 這是牙醫師彭啟青 出發道宅治療前的例行公事 事實上這些器材 他出發前一天晚上就已經準備好 但出發當天清晨 還是要再檢查一次才安心 十來個箱子 總共30公斤重的器械 得通通搬上車 這對曾經腰部受傷的彭醫師來說 是不小負擔 到山區進行道宅治療 從處罰那一刻就是挑戰的開始 最怕就是遇到一些交通事故 車況的問題就是怕一些爆胎 或者是其他車子的問題 那迷路的問題就是有些因為 Google的Map 或者是自己的手機的Map 不容易定到一個明顯的座標 然後發生迷路 不是每位患者的家都會顯示在導航地圖上 而且經常是到了當地 才會知道路有多彎 巷子有多窄 回轉倒車常有的事 從竹東的診所來到 到位於兼石箱的病患家門口 就花了快一小時 帽子 手套 隔離衣 口罩 帽子 手套 頭燈 這是彭醫師為了抵抗力較弱的臥床患者 一定要做的準備 他的夫人默默在一旁幫忙 就是很溫和 很敦厚 你是不是就是喜歡他這一點 對對對 就是他就是不會去想說 他不會想說做這件事情會有什麼利益 或什麼的 他就是盡他的能力去幫病人做 他甚至都給病人 那個到宅的病人他的手機 所以病人一有什麼狀況 就會打電話給他 然後我也陪伴著他一起去 這是氧氣 有些生命跡象不是很穩定的時候 需要急救的時候就需要做設備 生命跡象是監視他的血氧濃度 跟他的心跳 還有他的血壓 鄧先生原來他是脊椎受傷 經過很長時間的臥床之後 這些生命跡象會越來越 越來越需要關注的部分 那今天他血壓稍微高了一點點 那還好沒有上麻藥 沒有用一些 會讓他血壓改變的一些藥物 因為適用到宅醫療的患者 本身屬於特定身心障礙者 或是失能長輩 清醒的時候有50%以上的活動 限制在床上或椅子上進行 不只行動困難 通常也有一些慢性疾病 所以治療過程的生命真相監測 以及因應緊急情況發生的設備 都是必要的 病患家裡當然也沒有牙科的診療椅 需要因地制宜 運用居家既有的設施 打造一個適合診療的環境 治療過程中患者的血壓數值並不低 收縮壓172 舒張壓104 血氧濃度也只有93 彭醫師密切監控患者 萬一有突發狀況就得暫停治療 可能手腳不靈活 要幫他刷牙 有一些蛀牙 我們就會處理一兩顆蛀牙 然後先幫他洗牙這樣子 從彭醫師上山到鄧先生家 大約一小時 組裝器械和治療前準備 花了15分鐘 實際治療過程在一小時內完成 後續再花15分鐘拆裝器械 這一趟倒宅治療 總計花了兩個半小時 所以有效率的做法 就是安排同一個地區的患者 在同一天進行治療 減少交通往返的奔波時間 最近牙齒還好吧 鄧先生的鄰居林小姐 因為罹患小兒麻痺 終身得做輪椅 我有中度障礙 事實上我很少去看醫生 但這樣不方便 有時候是忍耐 如果我到牙醫診所去看醫生的話 上下那個就是探診的那個 會很不方便 然後我還要動用很多人帶我去 但一味的咬牙忍耐 不是每次都能過關 我上次就是因為我的牙齒痛到 就是可能就是坐立難安 然後我吃了很多的普拿筒 我是真的很感謝彭醫師 真的是一個天使來 有一種忍救我們這樣 為了讓林小姐不用移動身體 彭醫師直接讓她坐在輪椅上 所有醫療用品和器材都圍繞著她 醫師的看診姿勢也很像在練功 因為病人是在輪椅上 我們也沒辦法取到一個比較適當的位置 我們必須要彎下腰來 低下頭來 身體要側一邊 那這種姿勢對我們的肌肉 或者是腰部 或者是體負的負擔比較大一點點 治療到一半患者需要漱口 助理拿出兩個杯子 一個裝乾淨的水漱口 一個則拿來裝污水 沒有醫療院所設備 但運用創意還是能找到解決辦法 好 半小時不要吃東西 方林小姐的牙齒屠服 還不忘未叫一下指導駕牙清潔方法 即使舟車勞頓再加上一直站著 身體早就疲憊 但彭醫師的意志力能撐著她前進 加入倒宅的行業 其實也沒有想很多 就只是一股滿腔的熱血 我們牙醫的工作 有些工作是可以得到不錯的報酬 但是我覺得人生是要以服務為目的 而不是要以賺錢為目的 而彭醫師在照顧父親過程中 產生的體悟和穴道的知識 如今也轉化為 幫身障患者和失能長輩 進行倒宅治療的動力 我父親往生之前 他的肺炎一直都沒有好 但是他有告訴我說 他吃東西會嗆到 喝水會嗆到 當時因為十幾年前對於吸入性肺炎 跟口腔照顧的關係 其實沒有很明確地注重到 直到這幾年來 我在做特殊需求的醫療 到我們長照者的照顧 發現說這些的長照者 或者是特殊需求者 他們大部分都有吞咽上的問題 而吞咽上的問題造成嗆咳 會引起吸入性肺炎 那我父親有這一段經歷 我想冥冥中走來 是上天是希望我了解這件事情 然後希望傳遞給大家一些訊息 這樣子 做好口腔衛生 能減少發生吸入性肺炎的機率 但這樣的知識 如果能從小就知道 是不是更有機會減少遺憾呢 那有紅色的部分 就是牙菌斑 這個需要刷牙部分 那牙肉跟牙齒交界的地方 兩顆牙齒中間是比較重點的地方 這裡是無牙醫廂嘛 所以看牙不是那麼方便 那牠們的普遍都會有蛀牙的狀況 彭醫師在加入牙醫師工會體系後 也踏入了醫療資源部族地區的 巡迴醫療服務 目前定期會到兼食廂的景平國校 以及五峰國中進行巡迴醫療 也推動安養中心 身障住宿機構等 特殊需求者的口腔照護 2017年開始 他正式成為一名倒宅牙醫 多年來豐富經歷 一步一腳印 那我非常感謝我家人的支持 跟病人的體諒 能夠讓我這一路走來 毫無後顧之用 給彭醫師看牙的患者都知道 醫師如果不在診所 就是在幫患者看牙的路上 即使診所看診的時間較少 也多半能體諒 但在台灣願意做 倒宅治療的牙醫師 目前仍是少數 110年10月份的統計 大概有177位 那相較於我們 17000多位的牙醫師 這個人力是有很大的成長空間 倒宅牙醫從105年的36位 到111年10月來到177位 這6年成長5倍 每年服務的人數 從105年的142人 到110年的1395人 成長9.82倍 然而2026年 全台估計 將有百萬的長兆人口 牙科的倒宅治療 還是有很大的人力缺口 相較於診所看牙 倒宅治療得花三個小時 才看一個病人 如果純看金錢收入 的確不如整天 待在醫療院所的牙醫師 再加上還有很多的隱形成本 包括長途跋涉的交通費 車禍保險費 執行時車輛停車費等等 也都不是在健保帳面上 能看得到的 這些無形的負擔 目前都是靠著 到宅牙醫的滿腔熱血 自行承擔 但沒有具體的政策支持 光靠熱血能走多久 這件事情孔一時暫時不去想 他想先做自己認為該做的事 在倒宅的過程中 我會發現說 我跟病人有所互動 對他有所關懷 可以給他在這長照的路上 不會覺得他自己是一個人 孤孤單單的 人生無常但人間有愛 這是彭啟琴牙醫師 在倒宅治療過程中 最深的體悟 他謙虛地說自己沒有名氣 也不求名利 只希望他認為有意義的事情 能一直做下去 這些事情是我身為牙醫師 所必須要做的 而是我有能力去做的 而且是很有意義的 歡迎回到新聞思想起 變老與死亡是每個人 必經的階段與課題 想要老有所中 大家從政府小到個人 都必須妥善解決 眼前迫在眉睫的長照危機 也為自己的未來而努力 感謝你收看 我是王欣怡 我們再會